在汉河防务评论有一个报道 说是这个美国在通过卫星图片 发现了中国的导弹部队809导弹旅 那么809导弹旅 它专门讲这个就是铸赫赫有名的东风31A型的洲际导弹 这个导弹能打多远呢 一万一千两百公里远 那么就可以在中国大陆内打到美国任何的境内 或者是包括欧洲的主要的地方 那么他也做了个统计啊 就说这个中国的导弹旅呢 他为什么说是这个呢 他可以算出来 就是只要20米长的这个车就肯定是东风31型的 因为它特别大嘛 火箭也特别长 那么他这个还做了个测算 他测算中国有多少呢 他说根据这个809导弹旅呢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故意亮相的 因为是白天布阵嘛 那么美国的卫星就很容易照上下 照上其实很可能中国就是给美国看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